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NB的彩妝 是現在在日本非常紅的彩妝 那我買了一些我自己比較有感興趣的東西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那今天看到的妝容大部分都是他們家的 因為我沒有全部都買 我混一些別的品牌一起用 我其實一剛開始是要買遮瑕 然後後來看看看 就淪陷了 那它的窗白呢是河北玉界 也是新緣結衣跟十緣理美的御用彩妝師 那河北玉界之前是Selvo跟Edvoss的監製 那我這邊查到的資料是 他跟Edvoss已經結束了合作關係 那Selvo我不知道還有沒有繼續 那品牌NB跟Selvo跟Edvoss 就是他們的有個共同的理念都是無督彩妝 他為了要讓這個理念延續下去 他在他自己的品牌裡面也是延續了這個 裡面他想要傳達下去 那他的產品是不含合成香料跟礦物油 那這次我買了五個瓶項六樣產品 包裝外盒是卡其奶茶色的包裝 上面有小菱形壓紋來增添他的手感 那他的包裝正面有很正面的鼓勵人心的畫 就上面壓著他們的NB的LOGO 有回歸最初自己的意面在裡面 那透過產品來幫助你做你自己 然後支持簡單美好的生活 內包裝是冷靜的灰色外殼 那他色彩類在包裝的頂端有顏色跟色號來做辨識 色彩類的眼影膏的封面是半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裡面的顏色 就不用一個一個打開來看很方便 那他還有一個是遮瑕用完之後 你可以只買你用完的顏色的蕊星做替換就可以了 所以也是很有環保的概念在品牌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化妝吧 好那一樣一開始先用保養 保養的話我一樣會先擦護床膏 變色效果 就是他會粉粉的 然後原本長是透明的 然後呢 都是用這個化妝水 就是之前已經介紹過的 快用完了 剩一點點 這個我真的蠻喜歡的 這個我真的蠻喜歡的 因為夏天我不太 就是我很討厭臉上會油膩感 所以我會用兩道水 這個是one thin的 這個之前應該也有介紹過 就是這兩罐水其實都還蠻保濕的 所以有時候擦完其實 皮膚的質地嫩嫩的話 如果跟精華液的程度差不多的話 我就會直接上到乳液了 因為有些精華液它會起血 因為有些精華液它會起血 臉慢慢亮度有回來了 就是保水度 拍進去 皮膚彈性有變回來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乳液了 這是我妝前的愛 就是我一定要用 因為我沒有買他們的仿曬 所以我就是今天先用這個替代 這是子唇鏽的 它是勢底乳 然後它是有光澤的 那我看網路上面說 MB的他們家的 它的防曬是在臉上 你的皮膚會有點變白的感覺 但這個 我覺得它不會到變太白 它是會有光澤 這樣子 那勢底乳這層會先上 是等一下你的遮瑕底妝上去的話 它會比較不容易卡粉 當然還是要妝前保養 要做足 那第一個先用它們的防Sealer 就是底妝兼具遮瑕 然後它有分兩個顏色 那它一開始出的顏色是比較深一點 然後這是後來出的顏色 它會比較淺一個色 好我剛剛手油油的 打開然後就畫到了 就是馬上一痕 這一塊當底妝說真的 會比較浪費一點 我的話我還是會把它當遮瑕來用 但是它是說這一塊是可以直接打全臉 所以我就打全臉看看 然後你就想說那我兩個顏色到底要怎麼打 像我的話我就是眼下 先大概過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全部打在一起 因為等一下會全部打在一起 打亮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笑肌 最快 通常會沾的比較多 然後慢慢的延伸到旁邊 其實這樣子還蠻浪費時間的 我應該還是會先上個底妝再上吧 不然真的好麻煩 但是先上給你們看 這樣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試試看上軟底妝會怎樣 貓貓在吃飯 所以會有吃飼料的聲音 這也是他們家的海綿 然後我覺得非常軟 也很好洗 很有彈性這樣 全部把它拍在一起 全部拍在一起之後 它完全沒有粉感 你看我剛剛用到整臉 但我剛剛是把它當底妝再上 所以它的底妝會被推得很薄 然後它還是可以再堆疊上去 就是它的質地是非常輕薄的 那它裡面附的這個頭啊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海綿頭 我覺得這個頭 很好用 如果有人出這種大靶的頭的話 應該會蠻好用的 看來就是我要用這個遮眼下看看 OK剛剛那段沒錄到 這邊我要用刷子 就是最近新買的刷子 然後這支刷子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很扁 可以看到鏡頭 它非常的扁 然後它非常的服貼 那我剛剛呢 因為這個橘色對我的膚色來講 有點太橘了 所以我就是沾一點點橘色在手上 然後再混一點點黃色 這個會是比較像是我的顏色 然後我剛剛已經上了第一層了 現在要再上黃色的這一層 我直接上 在需要打亮的地方 然後用海綿 輕輕地拍進去 好 這個顏色比較對 這個就有點橘了 其實我兩色三色遮瑕盤 都可以自己挑 覺得都還蠻方便的 那我覺得它剛剛裡面附的那個刷具啊 是比較方便你外出 然後你要補妝的時候用的 這兩色對我來講可能 橘色有點太橘 然後黃色有點不夠白 但是一般膚色應該都還蠻好用的 打亮色也是漂亮的 你可以看這邊其實它遮得很好 然後完全沒有粉感 然後也很服貼 所以這盤比較像是 如果你習慣用像ipsa那種眼下很容易乾的 這盤就很適合你 因為像我的黑眼圈是偏紅色的 所以我在用再更橘的話 它就是不會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可能要調一些黃色 等一下在上蜜粉的時候再看會不會卡粉 我覺得它遮一些小豆八 還蠻好 因為它有點 它還蠻潤的 然後它遮嘴角也很好 因為嘴角有些人會比較乾 你如果用那種比較乾的遮瑕 它就會比較容易卡粉 然後這個 我覺得不會 這個我蠻喜歡的 但我是乾性肌膚喔 就是給你們參考一下 就是皮膚會這樣亮亮的 這個影片它是打在笑肌這一塊 去做打亮 然後一般以前 我們在用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著重在於這一塊 就是去做打亮 我很喜歡它這個是 它化開來 就是很像水 它完全不會有很黏的感覺 我來試試看打這邊好了 因為它也是打笑肌這一塊 有耶 就膨起來了 可是看起來會比較油 可是它們日系的妝好像就是 就是這樣子 很漂亮 很美耶 就是看你要亮到哪裡 這樣這一塊都是亮的 好 像這麼亮的打亮啊 就是你髮用的地方要更小心 有人說夏天用這個臉會黏黏的不喜歡 那你就是不太適合這種產品 但因為我夏天用這個 臉黏黏的我覺得還好 所以我還蠻喜歡用這種濕濕的打亮 然後我是這邊比較凹進去的 之前按摩影片有說我這邊就是比較凹 我現在看鏡頭 然後這邊都是膨膨的 我看鏡子看是很很漂亮 就是不會 不會油油的 我覺得皮膚看起來很健康 就是我來打這一塊看看 好 簡單來講它就是很像你上完保養品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的話這一盤就很適合你 像我就會很喜歡這一盤 因為我覺得很好看 它真的是那種水光感 額頭這邊就不要再沾了 就是用手剩下的就可以了 不然真的會泛油光的感覺 好像塑膠感 好像塑膠感 可是 很喜歡欸 我之前很喜歡 但我很喜歡這一塊 這一塊的質地跟這個來 看一下 上面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上面這一塊是 and bead 然後下面這是tom fold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上面這一塊它會比較水感 然後下面這個它會比較內斂一點 那兩個都是膏狀的 我覺得水感來講它達到效果比較對 但如果你是要比較 不要那麼油的感覺 因為說真的這就是比較油一點的感覺 可是你會在一些日系雜誌上面 你會看得到就是這種亮度 然後皮膚非常乾的人 也會蠻推薦這種感覺的 因為可以增添皮膚的光澤度的話 你的皮膚看起來會比較有膨潤感的話 看起來肌膚肌靈就會比較少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年輕啦 可是如果你是喜歡霧面妝感 你要有點亮亮 然後你要高狀的話 可能tom fold這盤會比較適合你 那我目前是還蠻喜歡這個的 就是 嗯 嗯 很有塑膠亮度的那種感覺 就皮膚的無瑕疵的感覺會更高 那今天蜜粉上是跟他們家一樣 同款類型的有機彩妝 然後它的蜜粉是有點像 廢子粉的味道 然後我一樣是先從旁邊這邊上 好 好 剩完蜜粉就是很漂亮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 呃 它油脂就會被蓋下去 然後它會被蜜粉吸掉 剩下的就是在蜜粉下面的那個光澤度 喜歡 好 好險有買耶 而且我覺得那塊很好 是像tom fold那塊 它就是修容跟打亮 它必須要一起買 我會先用 淺色的子春袖的眉筆 這也是用蠻多隻的 我會先 因為它是比較淺的亞麻色 就是比較日一點啦 所以我會整個把底色都打好 就是把輪廓打出來 像我就可以把前面這邊輪廓打上來一點點 然後看起來也不會那麼黑 所以等一下只要加深在 嗯 一些需要加深的地方的輪廓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兩邊的差異 也不會有那種太深的眉毛 因為有些 有些人是習慣從頭到尾都用一個顏色 其實真的會有差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要用兩個顏色的眉筆去畫 會比較漂亮 你其實可以看 這樣子完整度就會有差了 然後可能比較日系的女生 再上個染眉膏就差不多了 然後再加一點深色的在眉尾就好了 加強一點輪廓 再來就是它這個淺棕色的 它是有一點深度的咖啡色 不是那種完全 你知道有些咖啡色很淡 它就是我剛剛說它有一點深度 但是不會看不到 但它也不會到太深的咖啡色 就是你還是看得到它是咖啡色的 再來就是我最期待的眼影膏 買了這兩個眼影膏非常的漂亮 你看 是不是跟我的指甲很搭 超美的 而且它的眼影膏是可以做出漸層的 就是你可以疊一層大面積 然後第二層顏色 你再疊同一個顏色上去 它就是可以自己做漸層 其實很多眼影霜都可以 只是有些眼影霜比較容易快乾的話 眼影會看起來很厚 不太好看 那我就先疊這個顏色囉 我們來用手試試看好不好 因為 這種眼影霜就是用手 它超顯色耶 很顯色 不是那種透透的 嗯 不是那種沾上去然後你不知道你沾了什麼的感覺 那種紙巾 那種紙巾 這個地啊 它的油脂性 比較高 這個一定會極限 我跟我的紙巾 好搭喔 它就這樣淡淡的 其實這樣淡淡出去 一層是夠的 就是 嗯 如果你的衣服是很日常 例如說牛仔褲T恤的話 其實一層的顏色就夠了 然後現在是為了要讓你們看 兩層的顏色 而且這個黃很可愛耶 然後來試試看這個顏色 喔這個顏色 很紮實耶 而且這個 這個深色 比較深的顏色 它是有一點點亮粉的 所以它跟黃色疊在一起之後 它會自己會融在一起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亮粉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亮粉 哇 很好看 喜歡 它其實還有一個灰色我覺得 也很漂亮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是很多日系的眼影 它們還蠻常出灰色的 很好看 趕快來上蜜粉 如果你是滿意現在這個眼影顏色的話 就不要疊眼影了 我們來疊眼下的蜜粉 這是Laura Mercier的眼影顏色蜜粉 這個是疊完蜜粉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疊的 我蠻喜歡的 而且顯色度比我想像中好很多耶 我以為是 會再更透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它的飽和度做得剛剛好 真的是剛剛好 很喜歡 好 那我來上最近買的睫毛膏 賣家是說這個很推 然後才70塊一支 我想說買買看好了 我用過一次 眼下暈了 但因為我那天 妝沒有上得很完整 有時候是因為別的地方出油了 然後沾到才會這樣 那今天妝容比較完整 看會不會比較OK 那它的優點是蠻輕的啦 比較輕就比較不會垂 可是它還是會乖乖站好在這邊 還算還蠻翹的 嗯我覺得膏體還蠻輕的 然後不太會睫毛夾翹之後不太會垂 但我有暈過一次 嗯今天就不知道了 就是因為上一次是完妝這樣子 然後它會暈 那今天算完妝 所以看等一下會不會暈 那腮紅的話 我們先上口紅好了 然後我們再來決定腮紅要什麼顏色 口紅我是買它這種口紅筆 挑它這個系列最深的顏色 因為我沒有這個顏色 應該說我很少買深色的口紅 因為我想要比較日常需要的話 我還是會買淺色的 那這一支是 我覺得它是裡面顏色最漂亮的 我最喜歡的啦 然後也剛好是裡面最深的顏色 我想說我很久沒有買深色的口紅了 那這也不會很深 就是還蠻日常的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種筆狀的 因為很好塗 但是我完全沒有用過 然後它打開來就是 像這樣子 它是平的 不是尖的 這樣 我們來擦擦看 剛剛的護唇膏 已經收乾了 然後它沒有 特別油也沒有乾 它現在就是潤的狀態 所以就不用再用衛生紙去壓它了 那如果你的護唇膏上完到現在 它還是有點 嗯 護唇膏在上面的話 你就是要讓衛生紙把它壓掉 上在中間 很好看 很日誒 我覺得啦 我覺得它們家的特點就是 東西都會有一點點 透感在裡面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剛好 剛好今天眉毛也用得比較淡 因為眼妝的顏色 跟唇妝顏色比較凸顯的話 眉毛的顏色可以淡一點點 看起來就是會比較平衡一點 然後現在 現在到現在為止 底妝都還蠻服貼的 然後皮膚的光澤度我也很喜歡 今天買的東西 大部分 應該說全部我都還蠻滿意的 我沒有每個品項都買 就是有興趣的東西 買個一兩個這樣子 對它們家的材質 有一定的了解之後 知道它們家的一些風格 或者是選擇性的話 你就會知道之後 到底要怎麼買了 它們家還有一個 賣得很好的 就是賣到缺貨的是防曬 防曬是出到這麼大一罐的 就是可以用壓的那一種 聽說防曬是最難買的 那 如果防曬真的蠻多 我就沒有買了 那如果你現在手邊 剛好有缺防曬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們家防曬 好像賣得超級好的 我全部買起來 我都還蠻滿意的 從遮瑕打亮 眼影霜跟唇膏 我都還蠻喜歡的 我最經驗的是打亮吧 因為打亮比我想像中 還要再更厲害 比較是乾肌的福音 因為 油性用那個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 跟他們平常出遊的時候 一樣他們不太喜歡 那如果你是乾性肌膚 你喜歡皮膚有光澤度的話 這塊 打亮膏 我覺得一定要買 我覺得非常漂亮 它會有那種 皮膚的塑膠感 你知道嗎 就是 你可以看到 很漂亮 遮瑕我也覺得很喜歡 因為 因為它不會有粉感 雖然說它是可以全臉用 但我還是會選擇 上完底妝之後再上它 那顏色來講 我覺得我可以調出來 適合我的 我也覺得還蠻OK的 這樣我就會捨不得再上腮紅 你們有發現我還沒上腮紅嗎 可是今天妝容其實就還算蠻完整的 因為我怕如果再上腮紅的話 看起來顏色會太多 但我覺得今天這樣還蠻剛好的 怎麼辦 這真的好漂亮喔 希望今天在分享的東西你們也喜歡 有沒有想要補充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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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